近日内狱狗仔刘大锤又爆出猛料了 他表示在今天将要插一对CP 再曝光一对CP的恋情 据悉曝光恋情的这对CP大概率就是无路可逃组合 因为据相关人士透露 无类赵露丝在新汉灿烂刚播完就与双方有过约定 而这个约定还有两个人将来是否能够走到一起有很深的关联 不过对于这两个人的这个约定 我们一会儿再进行讨论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刘大锤爆料的这两对CP都是谁 据悉刘大锤爆料的这两对CP组合都是近期最火爆的热剧CP 于是小编思来想去只有王赫帝余书金 以及无类赵露丝这两对CP感强烈的演员比较符合 刘大锤所透露的标准 而且据小编所知 王赫帝和余书金自从《苍蓝角》这部剧播完之后 他们之间的CP感就变得很弱 甚至有网友表示 现如今他们也只是朋友的关系 两个人的线下互动也是少得可怜 所以说刘大锤爆出的要拆掉的CP组合 大概率就是王赫帝和余书金 所以他们要曝光的这一对 相信大家懂得都懂 自然就是我们的无路可逃这一对了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来一波片场花絮 来回味一下他们所带给我们的那份悸动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吴磊和赵露丝主演的《心悍灿烂》发布了片场花絮 两个人的互动也太有爱了 满满的CP感 甜蜜氛围感真的很很拿捏住了 花絮中 吴磊一把将赵露丝抱起 转身站立 眼神坚毅 动作潇洒利落 男友的爆棚 完完全全就是霸总即使感 再加上漫天飞雪 仓皇奔走的人群 真的是氛围感满满 也太浪漫了 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动吧 赵露丝自然而然的帮吴磊拿走脸上的雪花石 也狠狠戳到了 永远会为小细节而行动 两个人在片场的互动 真的是糖分爆表 互相对视着甜甜一笑 狠狠磕到了林布宜和承哨商这对CP 吴磊在看到赵露丝的拽解动作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宠溺一笑 这眼神 这动作 这笑容 也太酥了 真的是一秒沦陷 吴磊和赵露丝 颜值演技 双再现 但一个花絮里都是满满的糖 花絮就已经开始期待两个人在一起后的表现了 看望花絮大家有没有被两个人填到呢 那么接下来回归我们最开始的话题 来谈谈他们当初的约定 和他们现在的关系有着怎样的联系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 吴磊和赵露丝在双子座流星夜的夜晚一起拍了吻戏 也就是在这一天两个人谈露了对彼此的爱意 在这一次吻戏中 赵露丝在吴磊的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牙印 并深情承诺对方此生不渝 那一瞬间漫天烟花告别 对吴磊克陶CP还是怡伤夫妇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告别 在这次告别中有谁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吗 透露着些许的不舍和留念 而杀青之后 他们也是用行动巧妙的表示着对于对方的那份爱意 因为不想各奔东西 所以他们一个去了最热的海南 一个去了极北严寒的乌兰布桶 而且还有网友猜测说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约定 去了最南和最北之后 如果他们回来还互相喜欢之后就在一起 但也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说他们不可能会走到一起 因为近日有眼尖网友起底 赵露丝使用的紫色猫咪手机壳 与丁宇希的墨绿猫咪手机壳 是情绿款手机壳 猫咪的位置姿势一模一样 品种也相同 赵露丝和丁宇希都非常疼爱猫小孩 赵露丝家中养了许多流浪狗 而丁宇希虽是猫奴养了爱猫五百万 但他这次被抓包和赵露丝的同款手机壳 与他养的猫咪品种并不一样 同样更偏爱女孩会喜欢的呆萌图案 不太符合男孩的爱好取向 因此不少网友认为 赵露丝和丁宇希情侣款猫咪手机壳 正是他们定情之物 赵露丝和丁宇希2020年合作 传闻中的陈千千 剧中她是眼不红的小编剧 不小心穿越时空 沦为炮灰女配角 与心怀鬼胎的男主角丁宇希频频过招 最后却爱上彼此 两人全局互动自然CP感十足 也因为此戏各自打开知名度 甚至被列为代表作之一 其实在开拍时 两人就传出不少贴心小故事 从该句话讯影片也能发现一二 其中一幕赵露丝要跳进丁宇希怀中 他随即紧抱住他 开拍时他上衣胸不触 却不小心裂开 他不仅全程目光看向别处 还绅士帮忙遮掩 被网友夸根本是最佳男友人选 对赵露丝相当贴心 不仅如此 赵露丝丁宇希隔空直播宣传 传闻中的陈千千时 他还分享两人第一次拍吻戏的 逗趣小故事 当时丁宇希先吃了一碗面 粗心的他没发现 里面加了不少蒜头 直到两人要拍吻戏时 他一靠近赵露丝立刻笑场 因为他的嘴巴满满都是蒜尾 他在直播笑说 他还给我空气清心糖 但是完全压不住 赵露丝则隔空甜蜜狂笑 似乎觉得他的行情相当可爱 一点也不嫌弃 网友对于赵露丝丁宇希 使用同款情侣手机壳 讨论热烈 没有关系我都不相信 只支持吴露可逃CP 相比较丁宇希 赵露丝跟吴磊更相配 只喜欢吴露可逃CP 不过本人的感觉是 吴露可逃CP 已经被有心之人 拆得乱七八糟 前段时间吴磊有个象含之 如今赵露丝身边 也出现了丁宇希 难道就真的看不得 这一对CP半点好吗 如果这样的话 小编就只好释出他们的花絮 来证明他们确实有情况 第一 宫廷吵架戏粉 女主角程绍商 因为不了解宫中局势 坏了男主角灵不移的计划 两人在宫中回廊不欢而散 但事出的花絮却是全场笑声 赵露丝和吴磊更在彩排时 小剧长连发 先是用四川话对台词笑声不断 随即吴磊又开玩笑 拉住赵露丝的手 不愿让他离开 还故意坐在地上 假装碰瓷 要他负责 让他笑得超开心 两人私下互动 宛若甜蜜小情侣 第二 戏中宫宴戏 戏外一起吃酸菊 程绍商和林不宜一起参加宫宴 不少讨厌程绍商的角色 齐聚一堂 林不宜一己之力 从容户外 戏外花絮 赵露丝偷吃道具 橘子被酸到 在吴磊眼神看过来 是他灵机一动 假装无事 还把橘子递给他说好甜 他不宜有他立刻吃下 被酸到 脸都扭曲了 赵露丝则在一旁参笑 不过吴磊也没生气 反而是看着他指笑 他为他整理而还 程绍商与林不宜的落花浪漫 吻是新汉灿烂月生沧海 吻姓名场面之一 两人经过种种事件 终于确认自己的心意 并互俗钟情 在翠绿树下接吻 漫天落花被观众认为 是本剧最经典的场面之一 在花絮影片中 两人数度笑场 但乌磊的一个举动 却让甜度立刻狂飙 他默默为赵露丝整理而还 他也亲身让他更好整理 无意间斩入贼皮好默契 第四 戏中烛光床头吻 戏外他贴心为他试汗 烛光床头吻事成哨声 和林不宜在 行汉灿烂月生沧海的 重要吻姓之一 两人亲额头亲脸 最后浪漫接吻 戏外赵露丝 乌磊拍摄吻戏不见 丝毫尴尬 两人相处超自然 赵露丝还贴心帮乌磊 试取额间的汗水 拍完吻戏 两人与导演一起回看 画面也笑声不断 充满粉红泡泡 第五 戏中他纵马狂奔 他吓哭 戏外他送上拥抱 为他体贴擦泪 在承绍商与林不宜 还没护俗中情前 承绍商曾与他在练马场 因为不会骑马吓哭尖叫 其实从花絮影片中 赵露丝是真的以为 马匹失控才吓哭 吴磊从头到尾 为了安抚他 紧搂他的先腰 提供安全感 拍完还不忘贴心 拿卫生纸为他擦泪 一起安慰他 让网友直呼好甜 也列为必看花絮场面之一 这些高甜的画面 看就知道两人关系不一般 即使不是情侣 也一定是极为亲密的朋友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 他们可以在一起啊